擦桌子 擦桌子 每天都擦 今天不用擦了啦 反正一樣乾淨啊 小恐龍 你怎麼還在這裡啊 大家都因為你 還沒有做這身操耶 蛤 天啊 不守規矩 然後延誤了大家的行程 那你心情會怎麼樣 不趕快把桌子擦一擦去上體育課 如果第二次 第三次在持續這樣子發生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失去小朋友對他的信任 請挑戰者猜看看 自己頭上戴的帽子 到底是哪個公共場所 靜止跳水 不能不聽從救生員的指導 游泳池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規矩的真諦呢 其實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 對 因為你保護了每一個人的時候 才會保護到自己啊 有規矩 手繼續 傳體生活我最行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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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